这些儿童在他们的周末英语课堂 他们正在学习用美式发音念单词 陈先生的孩子们在这里上课 我打算送儿子到美国深造 所以我选择美国口音 对于他们在西方国家将来就业 美国口音更好 自然EQ是香港越来越多的 提供美式英语课的学校之一 当富兰基吴17年前开办这个学校的时候 他只有40名学生 如今已经有350名学生 达到了学校的最大容量 美式英语的声音定义明确 发音清楚容易教也容易理解 不过这不是这些孩子所操心的 我认为美国英语越来越重要 也许正在取代英式英语的传统地位 所以我愿意学习 在香港江军澳地区 美式英语工作坊 已经从一年前开张时的 每周20名学生到今天的180多 提供美式英语的私立语言学校 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蓬勃增长 香港的公立学校 仍在很大程度上教授英式英语 观察家们说 美式英语在世界各地 正在接手成为国际商业的通用语言 美国的惯用表达语会和口音 在其他领域的崛起 往往被归因于世界更多的接触美国文化 特别是电影、视频、电脑游戏和互联网 在香港的语言教师们说 有钱的中国内地人助长了市场需求 他们过境进入香港 来寻求更广泛的选择受教育的机会 不过在香港一些街道 传统的英式英语仍然盛行 我们能听懂两种口音 但我们所讲的是 我们讲英国口音 英国口音更好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人 要学习美式英语 本集结局